大家好我是健身 那我現在要拍影片 部落戰的 等我一下 好那要拍的是昨天打播戰的影片 OK那我們昨天對上的是一個 我覺得算是一個還可以的部落 那他們八本是沒有到很厲害 那七本的話是都有把我們三星的 那我們這邊雖然說是蠻新的 不過我們的七本其實還蠻慘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七本幾乎只有窗前跟農場 有打出三星喔 就是他們兩個打了四顆三星 然後還有這個VIDABLI 然後他也有打出三星 他好像也是七本的吧 喔他是八本的 好那所以七本打出三星的只有兩個 然後我們的 這個應該是James萬歲呢 他是因為他平板的關係 然後沒有打 所以七本其實 以前我們的話是七本都可以三星 那可能說七本可以三星的人 已經跑到八本來了 所以說現在七本一些新來的人 就比較 比較沒有 沒有一些 經驗啦 所以打的就沒有很好 好不過沒關係我們還是贏了 那這次主要拍的呢 是拍我自己的 因為我們的一號呢 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講的 我們的大將 我們的匪色呢 他這次兩次都沒有打好 兩次都有點小失誤啊 第一次是補沒有放好 那第二次 嗯好像是豬還是什麼 跑歪掉了 好那沒關係 那我有幫他補一號跟二號 那來看一下我打的二號好了 好你看對手這種陣型 那我那時候打的話 因為我有看重播 所以我大概 可以知道對方的 嗯大概大炸彈啊 還有電塔的位置在哪裡 不過因為 我們的 匪色呢 他其實沒有讓我看到太多大炸彈的位置 因為他只有一顆星 所以他們打到中心點 所以我中心點其實也不知道 明確的東西是什麼 那我大炸彈好像也只有看到一顆而已 那我還是直接打下去了 有點忘記大炸彈在哪裡了 沒關係 好那我一樣 我先用豬去引援軍 然後觸發第一個電塔 那我就用石法豬 那最近都還蠻喜歡用石法豬的 因為我覺得 石法豬的三星率真的蠻高的 像這種陣要用四十法呢 就比較危險 因為 那左下跟右下的 那個 是有多一片牆壁的 所以你法師沒有辦法直接打掉 所以你要這種陣要四十法 我是建議說用二十就好了 然後下面用豬琴 所以這種陣器用石法豬會比較好打 那你要四十法這種比較偏輕鬆的話 輕鬆的戰術的話就會比較難去打 好那我左邊跟右邊都炸開 然後讓石頭走進去 好那王 沒有 王原本是想要跟著走進去 不過沒有走進去沒關係 好那我現在踩到 就只有踩到他的小炸彈 然後 豬呢就是想要讓他繞一個圈圈這樣子 然後中間也可以繞 順便打掉破擊炮 然後下一關補蟹 OK 第二關補蟹 我們現在才有大大大 沒關係因為補蟹已經放了 然後第三關補 然後這邊應該要再下一關 沒錯 然後下方因為豬不夠 那我放了援軍的五級豬 好那這樣就沒問題 這樣就有三星 好那就砍到這裡 這個就打出三星沒有問題 好那現在要看的是一號的 那一號的話也是 我也是補星 也是我們肥色先打 那一號我打起來感覺就 比較 比較好那一號呢那時候我看也是 因為也是只有一顆星的關係 所以其實是 沒有打到中間的主堡 那我記得右上半部的 右上半部是沒有 就是沒有打乾淨的 那右上半部有什麼東西我也不清楚 但是我也知道說 他大炸彈跟電塔位置大概在哪裡 好那打法一樣 也是用死法豬跟雙毒藥 不丁 好先用豬先去探 說這一塊有沒有大炸彈想說 不過沒有放好 應該要放這個點的 那這樣他可以走這裡 那我想說這邊比較近 我就放這裡 結果沒有辦法被引過來 引到砲塔這裡了 很可惜的 那如果有踩到大炸彈就很不錯 那我左上跟右上一樣 跟他一樣打法 那我下法師 我左邊跟右邊 在石頭後面我只下兩個法師 我只下兩個法師而已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是因為我如果在左邊跟右邊 石頭後面下太多法師的話 那這一片石頭旁邊的建築物 會很快就被打掉 那被打掉的情況之下 法師就會往外面走 他就會先往下面走 那下面沒有石頭在扛 所以法師很容易就死光光 所以說我選擇 把法師大部分集中在正上方 有石頭被包住的地方 然後讓他們輕易再往裡面走 往裡面走 往裡面走 然後這兩個法師 這兩個法師呢 就可以安心地輕完 然後往下走 然後被射死 就會 法師的損失會比較少一點點 然後現在炸牆 好 那右邊是沒有炸開的 沒關係 那我王就選擇放在有炸開的地方 那右邊這半部就比較危險了 因為石頭沒有進去 那我的豬選擇從下方放 因為下方沒有打炸彈 然後進來這邊應該放第一罐補線 那遇到法師塔就放一罐補線 然後 我都等豬血量大概接近一半 我就開始放補線了 OK 那援軍豬也放出來 結果我援軍豬其實不應該放在這個位置 因為我這邊 我剛才說沒有炭到 所以放這個位置 如果這邊是大炸彈的話 就有點 無疾豬那就有點危險 雖然說補線還是可以補回來 不過 可能如果有被炮的 炸彈射到隔兩下 那武器就直接死掉一隻 好那這樣也是三星 這次打的就比較驚險一點 因為石頭沒有炸好 你看這顆石頭沒有炸好 然後導致我法師死的還蠻大量的 好那對方還有一個王在這裡 這次其實打的有點驚險啦 不過還是OK 那我記得這邊是雙炸彈 這一塊雙炸彈 他剛才沒有踩到 那我等一下會有部分的豬去踩 OK OK 一隻豬踩到 那沒有問題 如果全部的豬都踩到 那就有點危險了 好這樣就擔心 打的也是不錯 雖然打1號是打的比較危險一點 打2號就比較輕鬆 好那3號的霸氣也是我打的 來看一下 這打的都是死法豬 霸氣去當兵了 所以他的張現在是 都在我在玩 然後一樣 這個是 霸氣這一個是直接打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對手的陣 先來看一下 外圍是沒有雙炸彈的可能性 臉也沒有雙炸彈的可能性 然後炸彈可能就在裡面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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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呃 危險度是還好 但是就是要防雙炸彈 OK 那繼續看下去 所以他裡面只要其中一個地方 有一個電塔 那就不會有雙炸彈了 那還是選擇用死法豬 然後我們的八七獅頭就一擊 那我石頭選擇從右邊這兩個點放 那原因是 我想要第一時間 呃 讓石頭去吸引住王 那 牆壁炸開 看我這個 我原本是要炸這一塊的 這一塊的 這一塊的牆壁 那不小心炸到這裡 導致我這邊法師死了兩隻 所以這邊其實也沒炸好 那我豬選擇從上方部 上 12點的方向O-In進去 然後他就會繞一圈這樣走過去 有一些豬往這邊走沒關係 順便採大炸彈也OK OK 這邊有一個大炸彈 但是沒有雙炸 那我只到法師傻這邊 再下一罐補 那我這罐補就沒有下得很好 因為那時候暗的時候會有點 太快暗了 有點抖到 不過還是OK的 好 然後這個補呢 是要補給 這隻豬 像這隻豬 這個 三星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樣就三星了 嘩 順便採大炸彈也沒關係 好 好 那這樣就三星了 所以其實八本你只要有四級豬啊 跟石頭 你要用施法豬 是OK的 那施法豬其實 就像我之前影片有提到說 施法豬其實比較適合拿來做補星啦 如果你要第一次打的話 像我剛才的三號陣 如果對方裡面是雙炸彈的話 那我有可能就GG了 所以施法豬還是比較適合拿來做補星 嗯 OK 那再來看是札克的 札克也是很厲害 那他都說我沒有排他的 那現在就來隨便排他一步 排他的四號 那我們札克最近都在練女武神 配 配那個山豬 好 那先引援軍 引出來之後呢 因為他都帶地震 那帶地震關係 沒有毒藥 所以要引出來把他殺掉 那他選擇引到最下方 然後 OK 新援軍的功夫 就不多說了 哇 彈簧 哇 這個法師廟沒有很好 死了兩隻 OK 他地震會沒有這麼早下 下 就放 把他震開是因為呢 因為 我現在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他不第一時間把他震開呢 是因為他如果石頭太早進去 邊邊還沒清掉的話 那會有很大部分的時間 法師啊 或是 王 應該說法師啊 會很大的時間都在清外面 那石頭如果太早進去的話 那 沒有用啊 如果坦已經先進去 集中火力 那你的火力部隊 你的攻擊部隊呢 還沒有進去的話 那你的坦會白白承受這麼大量的傷害 所以說他不先震開 他先在外面 然後等到差不多 他再把他選擇把他震進去 就是時間會 配合的比較好一點點 那現在女武神跟石頭也走進去了 那 中間應該會下一關補血 好已經下一關補血 這關補很好 他這種算是 火力陣喔 沒有 蛋群啊 全部都在打你 這種火力陣 只要集中的話 外面放豬就沒有問題了 OK這補都放的還蠻好的 都有補到三豬的女武神 OK打得不錯 尼武神 三豬也剩很多 那這樣也有三星 好那這是雜克打 雜克也是很厲害 那那以上呢 就是這次打的影片 那 雜克你的五號呢 就 下次再說啦 好啦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呢 就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給我 那如果 有些人 如果我留言沒有回你們的話呢 那有兩種可能 一種是 我可能看到了 那我忘記回 那另外一種可能是 有些 有些人留言 YouTube 我的 他不會顯示出來 就是他會有一點延遲 然後導致說我這邊顯示不出來 但是其實你是有留言的 那還蠻常有這種事情發生的 那如果沒有回到呢 那如果很重要 那就麻煩再留一次 因為我可能真的 沒有看到 或是忘了 好啦 那有問題呢 就再留言吧 拜拜